第六十三回 昨天說到 趙毛記想通過接近上官人的女兒 來到接近上官人 因為他是這樣想的 他知道 上官人的女兒叫做上官連連 今年最多只有20歲 他是華山派的弟子 連劍練了很多年 不過 他自小身體差病痛多 以他的體質和體力 他練的劍法絕對不會太高 他自小很聰明 大了一定不笨得去哪 他小時候也很多人喜歡 大了當然不會太過難看 不過 他一定是很寂寞的 因為上官人一向就不懂得關心他 到了唐家寶他更加不會有什麼朋友 大概就是因為他寂寞 所以連他的妹子雙喜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現在 雙喜當然是回去學是非 一聽到有人欺負他的朋友 賀鬧還不來找趙毛記算帳 連上官人都已經認不出趙毛記的樣子 他更加認不出 他們有十幾年沒有見面 要對付一個這樣的女兒 他真是說都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他有一個最大的弱點 就是寂寞 對一個十八九歲又聰明又漂亮的女兒來說 寂寞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這時候 老孔一邊喝酒一邊一邊嘆氣 喝一口酒就嘆一口氣 不停喝酒就不停嘆氣 喝得那麼多酒的人真的不多 但是那麼喜歡嘆氣的人更加少 照毛記忍不住對他說 喂 還喝得過你的人 我見得多 不過像你這樣嘆氣的人 我真的沒見過 老孔就說 唉 其實 我都不是天生就說喜歡嘆氣的 那不是怎麼會這樣 我是替你擔心的 我自己都不擔心你擔心 那不是因為 你完全不知道那位大小姐有多厲害 比她的老闆 哎呀 就是比她老闆 她老闆出來最多 不過大三幾個隨從 但是她無論去到哪 起碼有七八個人在暗中做她保鏢 好可憐 那那些人 是不是都是她老闆派出來的呢 哦 那又不是 是她自己找來的 都不是 那我就不明白 她只不過是個姑娘仔 身份又不特別地位又不重要 難道唐家寶都會派出700個人來保護她 唉 她的身份雖然不特別 不過她的身份真是很特別 你覺得她不重要 別人覺得她很重要 她有什麼特別 她生得特別漂亮 心底是特別好 脾氣特別臭 沒有 不過好起來的時候 不理你們什麼人都好 就算學我這樣的沒鬼用的廢物 只要開聲求到她 什麼都會送給你 什麼都會幫你做的 小姐脾氣通常都是這樣的 不過如果她發起脾氣 她真的不管你是什麼人 不管是什麼地方 如果她說要刮你三疤 絕對不會打你兩下 就算她明明打完之後 有手尾筋 她不理 打完才算 你不知道 她打過誰 誰惹著她就打誰 六親不認絕對不會客氣 據我所知 這個地方有些人絕對不能打 那你說誰 譬如說 老祖宗那兩個孫女 哎呀呀 一樣不用怕 照打我呀 大小姐剛來第二天 就跟那位小姑拉吵得翻臉 第三天 她整碗滾熱辣的雞湯 撥在大官的臉上 大官是不是就是唐脫 哎呀 這裡就只有她一個大官 哦 她臉這麼大 不用問 一定撥得中 喂 那得罪了她兩兄妹之後 豬身矮都行 所以 大少爺她就擔心了 大少爺 即唐奧呀 是啊 除了她還有誰 哦 即是這七八個保鏢 都是她派來的 哎呀 沒錯啦 哈哈哈哈 啊 照這樣看這位大少爺 又真是看得這位大小姐 多重要 哎呀 重要之極 不過 大少爺派出來的那些保鏢 都是唐家的子弟 唐大官和那位世官拉 哎呀 如果要找大小姐晦氣的那些保鏢不敢動的 那你就錯啦 那些人都不是唐家的子弟來的 那他們都是什麼人啊 大少爺對眼雖然一向生了上額頭 不過出手好大方 而且好講義氣的 哈哈哈哈 少爺脾氣個個都是這樣的啦 所以呀 他出去走走江湖的時候 教了些朋友 他教了些朋友呢 個個武功都好高 嘻嘻做鬼 五馬六 那些 不過 大家都好服他 那現在 跟那位大小姐做保鏢的人 都是大少爺交的那些朋友呀 是啊 現在經常跟在大小姐身邊的 沒有七八個都有五六個 不管大小姐走到哪兒 那些人 一定會在他附近大概三五像之內 只要他喊一聲 那些人馬上出現 所以說 誰得罪了這位大小姐 即是等於那位雲亭體相呀 那位大小姐 豈不是很慘 一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 一天到刻被鬼五馬六的男人跟著 全身不聚財 你這樣說呢 又對 我想他近來 怕連洗澡都不敢洗 他怕什麼 他怕人偷看 老孔的說話都沒說完 拔開了口就合不起來了 因為外面突然之間有件事就飛了進來 塞住他的口 那老孔真是發夢都想不到 外面會無緣無故飛了進來 飛正他的口 但是趙無忌早就想到了 窗外的遠仔那裡已經來了三四個人 他們的腳步聲雖然都很輕 不過絕對瞞不過趙無忌 動作最輕的那個 現在已經埋到窗口了 趙無忌連他從地上挖出來的聲音都聽得很清楚 不過第一個進來的就不是這個人 第一個進來的 是個很高很高的女人 穿著一身紅當當的衣服 趙無忌都不算矮的 不過 這個女人起碼高他整個頭 那麼高的女人 身材一般都不方說好看了 但是他好看 應該凸出來的地方就凸出來 應該收進去的地方就收得很好 那麼如果把他的人縮小一圈 可以說 他是個很漂亮的女人 他年紀就已經不小了 笑起來眼角已經有些皺紋了 他扭著扭著走進來 走到老孔的面前他說 我好服你 我真是服了你 老孔整口泥 掠到掠不乾淨 真是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地方 令他這麼佩服 那個女人又說 你怎麼知道 矮仔裘他是專門 喜歡偷看大姑娘洗澡的呢 你真是比朱葛亮還厲害啊 他的說話都沒說完 窗外面已經有個人大聲喊話 放你屁啦 跟著 窗門就震開了 有個人就撲到進來 瞪大雙眼挖著這個女人 而且 頭鱷得很高啊 因為他站在這個女人的身邊 還未夠這個女人的一半那麼高 這個人 就是矮仔裘 那個女人看到他進來之後就說 哈哈 你說誰放屁啦 除了你之外呀 還有誰的屁是從把口放出來的 哈 你的屁不單是特別臭啊 而且還特別響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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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咩 大家正話都聽到的 矮仔裘 他就生氣到不得了他說 一丈洪 啊 你說說話不是太過份啊 啊 原來這個高高的女人就叫做一丈洪 那趙毛記呢 就真的不得不承認這個名字 起得跟這個人真是好襯啊 那原來 在西南一帶 只要聽見這個名字 好多人都會走甲不透的 矮仔裘又說 哼 人家怕了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 我大舊裘才不怕你啊 我不想男人怕我 愛得那些男人喜歡我就真啊 那你正話 講誰喜歡偷看女人洗澡先 我說你咯 哎呀 我 我何時偷看過人洗澡啊 我裝過給誰洗澡啊 你周不時都裝人洗澡的啦 一有機會你就裝的啦 啊啊 你怎麽只正是裝帝哥啊 連我洗澡你都裝過啦 你 你放閉啊你 你就算跪下來求我啊 我都不會裝你啦 啊 啊 啊 我就算被你裝都沒用 啊 啊 你看不完的 因為你最多只能看到我肚臍而已 趙無忌見到這樣的情形真是覺得很好笑 一高一矮的一男一女這兩個人簡直好像是天生對頭黑星那樣 矮仔裘髮面是谷到紫紅色那些頭髮幾乎一條條都豎起 本來最多只有三呎多身材而已 不知為何 突然之間可以過了一尺 即是說 這個人的氣功真是很厲害 看來 這陣子他已經混足氣了 準備跟這個一象紅拼命 連趙無忌都很替一象紅擔心 但是一象紅這時候一點都不怕 矮仔裘不理那麼多 突然之間大開聲 一拳打出去 不過他打的居然就不是一象紅 他是打老孔 趙無忌嚇了驚 這個矮仔明明是被一象紅激怒的 為什麼他去打另一個呢 他是不是因為怕了一象紅 所以找另一個人出氣呢 你要找也找另一個 老孔幾十歲 怎麼捱得住這一拳 這一拳 就算不打死老孔 醫治好也不用恨 趙無忌這時候真的不幫忙 但是 他還未曾幫忙 突然之間 人影一閃 已經有個人擋在老孔的面前 矮仔裘的拳頭 已經盡力打得出去 怎麼收得住啊 所以 撲一聲 打正的肚腩 不過就不是老孔的肚腩 是另一個 這個人捱了這一拳 居然還是面不改色 心不跳 這個人 身上穿著一件藍布長衫 臉有點青青藍藍 他的肩膀很闊 手長腳長 不過瘦到皮包骨 他怎麼捱得住矮仔裘這一拳 不是親眼見的人一定就不信 矮仔裘打中他之後 自己反為倒退三步 他擔高頭想笑 但是又笑不出 偏偏就硬要擠出一些笑容 一仗紅就笑得直不到腰 矮仔裘說 幸好我這一拳打中他 這個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我好欺騙一點 不是不是不是 我絕對沒有這意思 那你是什麼意思 江湖中 我不知道 金魯帶你是打不死的鐵金剛 我這一拳 打在你金老大身上 只等于和金老大你打骨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明白就行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我只懂得挨打 不懂得打人 不是 我绝对不是这样的意思 一像红却 笑得差不多 他说 矮仔球的意思就是说 金老大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 就算挨他一拳也无所谓 更加不会和他一般见识 矮仔球听他这么说 调戏就顺利了 他说 他想不到今天你就继续说他人话 金老大又说 那现在 你明白 他其实是帮你的 这阵子 外面突然之间 吱吱吱吱吱的传来一阵干咳声 接着就听到有个人说 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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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病死為止,你們自安樂 這個人說話是陰聲細氣,咳到肺都歪了 說話是沒有底氣的,一聽就知道這個人肯定有病,而且病得很厲害 不過一聽到這個病懷的人說話,連金老大的態度都變了,變得很謙和有禮 所以,金老大說,屋裡也挺和暖的,你儘管就走進來 外面那個人又說,千金之子作不遂堂,君子不立藝場之下 學我這個身份的津津君子,有人吵架的地方,我絕對不進去 我們已經吵架了 那還有沒有其他人打算要吵架? 沒有了 沒有了 聽到沒有了,外面那個人才嘆了一口氣,突然走進來 這時候已經是四月底了,天氣已經很熱了 這個人身上吵架,居然還穿著一件皮褲,居然還凍到臉青口唇白 一面咳,一面就流緊鼻涕 這個人年紀都不算太老,不過周身病痛,走步路都死下死下這樣 不過,那幾個惡爺偏偏偏很尊敬他 金老大還搬了一張椅子,請他坐下 又等他咳嗽一條氣了,才陪笑說 現在你好些了嗎? 那個病懷的人就說 咳嗽喵你,我好壞命大,總算是不會被你們非氣 咳嗽 ó, smiled, ele attitudero passed 那麼你現在是不是可以看看這個地方的大小姐É freshman of it 來到了沒有呢? 這個病人的話癫得一口氣,用手指著趙毛記 他問話,這個人ardlessly tune我風 他就是大而小姐要找的人 病人从上到下 看了赵无忌一轮 然后说 你过来 赵无忌真的走过去了 他觉得这些人都很有趣 他走过去之后 那个病人居然命令他说 伸你条腻出来 让我看看 赵无忌就不想被人说他是傻子 那不是傻子 就不会说人家要看你条腻 你伸你条腻给人看的 所以他就没有伸你条腻出来 一像红在旁边说 唉 你确实想不到 这个人为什么要看你条腻 他第一次要我伸你条腻出来 给你看那时候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又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看我条腻 不过后来我才知道 他就是当今江湖中的四大神医之一 黎菩萨病大夫 赵无忌听了之后笑一笑 他真的怎么都想不到 这个周身都是病的人 居然就是个名满天下的神医 他觉得黎菩萨这个灼号起得很绝 一像红又说 那黎菩萨过河就自身难保 不过人家不管有什么病都好 他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平时人家就算跪下来求他 他都懒得和别人看看 不过 今天大小姐一定要来这里 那大小姐千金贵 不过人家就算跪下来 不过人家传染病给他 所以我们就跟他一起来看看 我们就来看这些地方 有没有危险的人物 他就来看看有没有病人 各位 这几个保镖真是鬼五马六 究竟他们会怎样对付赵无忌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不过是 不过人家的心情 得还看不过人家的 作优优独播剧场 不能 游泳 呗 viennent